大家好 在开始节目之前提提大家 你按了订阅这个按键 很多人都问我 宝善老师我怎样可以知道你更新的影片 其实知道你按了订阅这个按键 以后有最新的影片相 你就会看到 记得去按订阅 这个是完全免费的 大家快点去按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老师恭喜发财 大家恭喜发财 雕兄恭喜发财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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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到我们这个 九味露面的含龙茶餐厅 现在是含龙茶餐厅的第二季 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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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含龙茶餐厅有点特别 就是没有样子看的 为什么没有样子看呢 因为现在一年三十晚 每个人都躲在家 当然跟家人宽道 所以呢 我们幸好有青露 这个技术专员 去帮我们可以在 网上大家都在家 都可以做到这个节目 多谢青露 谢谢青露 不要这么说 大家也很关心青露这段动向 对啊 经常问我们 青露 平时是不是上次被你们欺负到不做 你们不能开节目 对啊 是青露欺负到我们不做 对啊 对啊 平时是青露 逼我们的 对啊 我们在节目里面才可以调弃一下他 对啊 只是抽一下水而已 对啊 只是拖一下口而已 青露的背景音乐可以删小一点 或者可以剪掉他的 麻烦 哦 我家人投诉 哈哈哈哈 好啦 大家先介绍一下自己 今天有哪个 有吉祥 他特意改了我的名字 我是高佬吉祥 高佬吉祥 还有呢 我是他的朋友 肥潜 水象 肥潜水象 哈哈哈哈 很独特的两个 对啊 这个名字 对啊 我是雕兄 雕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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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阿正 阿正 郭靖 靖骨哥哥 靖哥哥 靖哥哥 靖骨哥哥 还有 我是阿初 是阿初妹妹 哇有女声啊 哇 好开心啊 这些靖哥哥永远都不是很靖的 哈哈 哈哈哈 靖哥哥 哈哈哈 哈哈哈 好啦 今天 喂 阿青鲁 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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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青鲁 新年八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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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啦 第一集到现在他的开场物就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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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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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吉祥 大家都吉祥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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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开心的说话给大家说 大家开心 大家开心 有什么是开心一个开开心心 哈喽 哈喽 你很赢 你很赢 哈喽 哈喽 有什么愉快的说话 可以多说一句 大家愉快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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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我们这个 这个今晚的节目名 为什么叫榴莲 吉吉吉 还有这个什么 牛欢喜 野 嗯 没错 这个吉吉吉 就是大家大利的意思 是不是 不是和子边 又不是剔手边 哈喽 就这样 吉祥的吉 是 大家吉祥 要榴莲吉吉吉 不是榴莲吉手的吗 是的 青露所说 有什么吉祥 就比大家吉祥 是 第三个吉祥 是吉祥 然后 今年有牛莲 牛莲要大家欢喜 欢欢喜喜 牛欢喜 名副其实 而今天就是年三十晚 年三十晚就有一个活动 叫逢子夜睡 年三十晚夜睡 即是首席 你越夜睡 老爸老母就越健康 越长命 哦 是的 这是一个孝顺的行为 以前在农村 或者你住得比较近郊的地方 香港也可以 以前的 现在不知道 可以放烟花炮掌 是吧 住新界的那些 平行扮断到天亮 是 想睡都睡不到 是没了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 可能大陆也连烟花炮掌 都没得放 是吧 都是拉气球的 逼逼百分 是的 是吧 今天呢 我们就来说香港的榴莲运程 哦 榴莲 最期待的 还要说十二生肖榴莲运程 当然了 我们这个是 含龙茶餐厅 当然要开心欢喜的 所以我们今晚的节目叫做报喜不报忧 是没有的 没有 是这样的 大家都好 是的 大家都好 不说完 多谢大家 大家下次准备生气 你走到最后见了 是由牛開始 不過在講之前 我們當然要講講香港的流程 是吧 你們隨時可以問問題 在這個過程當中 最簡單 這個香港 雖然我們說報喜不報憂 但是有些事情都要講出來 2021年我講過 之前我都說了 2019年差 2020年很差 大家可以回顧我2020年 年頭的運程 鼠聯運程講座 或者2019年尾的預測 2021年 叫平平 今年大家就不用太害怕 會不會比2020差 就是平平的 平平也好 平平也好 -100也好 可能也是負20 至少沒那麼苦 之前是負100 現在我們負20 是否好些 很多 但是 2022 2023 我經常說 驚天地 就是一鬼神 沒錯 所以 五個字 形容 今年的2021 不是粗口 不是粗口 可以出街 叫做 先安而後亂 所以 因為明年是苦年 對 苦啊 苦啊 牛 其實牛一般會比較辛苦 牛年 牛仔 熟牛的人也比較辛苦 所以 比較勞心勞力 所以 今年 大家都是 因為 2020年的余震 你看看 多少人失業 所以你說 2021 是 叫做 辛苦些 要踏實些 去捱 要耕耘的一年 牛年 好像哪一年都是辛苦 牛邊年都是辛苦 牛邊年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 要 努力 是 OK 那這個 2022 和2023 叫做 驚天地 一鬼神年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的香港 就不便多港 這幾個字 是吧 大家心照 那 2021年 有一個特色 嗯 這個特色 就叫做 酒老年 哦 是 移民年 那些人叫做移民年 走緊的 走緊 所以通姓裡面 有一句說話叫做 人民留一半 嗯 是吧 快樂好桑田 那些人就經常 究竟 什麼叫做人民留一半 是不是死剩一半人 是吧 是 還是積穀房機只剩一半 實際上 這個叫做酒老年 是 人民留一半 是 那 當然 今年呢 有很多不同的原學家 不同的人 去解釋這句話 就不需要聽我說 是吧 那總之呢 但是呢 今年呢 2021年呢 真的很多人 就計劃移民 嗯 甚至已經有很多 相識的人呢 已經走了去英國 沒錯 是吧 有些人甚至說 英國內政部 不知道什麼新聞說 預計五年會有 一百萬港人移民 過去英國 嗯 是吧 一百八 嘩 不是很多個百萬而已 是呀 那真是 很多移得過去的香港人 都有一百萬 哈哈 一百萬的香港人 但是一百萬過去 這裡有多少錢 所以脫鉤也不用怕 嗯 但是呢 這一個 我只能夠就是一個 終極的叫慎重考慮 慎重考慮 就是你究竟是 疑還是不疑呢 這個是一定 不要說去 因為每個朋友走 好像自己不走 就很吃虧 是 又或者是 好像大環境是要走 就是你不要隨波逐立 你一定要慎重考慮 是不是真的適合你呢 是不是適合你家人呢 嗯 因為我們人不是一個個體 我們有父母 兄弟姊妹 有自己的妻兒子女 是吧 那你有沒有問清楚 你家人呢 是吧 你有沒有跟你太太 小朋友商量過呢 嗯 這些全部都是要很慎重 很認真考慮 是吧 就是 重要的 你過到去 你的生活又怎樣呢 嗯 你住的地方啊 你環境啊 天氣啊 合不合適呢 你說 不要說只是去英國 給你移民美國也好 加拿大也好 澳洲也好 馬來西亞也好 台灣也好 你適不適合 這個是你要慎重考慮 是 因為移民和去旅行是兩回事 是吧 去旅行 你去日本去旅行也很開心 是吧 但是你在那裡住 另一回事 就是 我在日本讀書 有一段小的時間 是吧 真的很寂寞 就是 一個人 那種寂寞呢 是什麼呢 雖然我每天放學都會買盒壽司吃 最美的那些 不是 車站那些 等他報他 大減價那些 哦 是 因為為什麼呢 他那些是 不是在那些店裡面 路邊那些 就是商店街那些 我住一個小地方 是 那我就在 就是 放了學了 回家了 那 有時候早些呢 我不去新宿逛街 那 早些回到去 是不是 去了新宿逛街 就是7點多 不去新宿逛街呢 那有時候5點多 6點鐘 回到去 那 幸好呢 就會買到那些大減價那些 嗯嗯 那不幸好被人拿了 因為便宜很多 便宜一半 等他不新鮮那一刻就買了 是啊 他一貼便馬上掃 一貼便馬上掃 嗯 還有他們要清貨的 他們不流行留下第一 是啊 不是的 他是譬如他下午兩點鐘做的 嗯 他放到六點多鐘 那他就要先清掉這一批 嗯 夜些人家再收工再買 嗯 那有時候真的很便宜 那麼 就是呢 在日本的生活呢 就是 就是每個人都 幻想得很美好 嗯 嗯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因為日本人呢 他 就是他很好人的 是 就是年紀大的那些 年輕的那些 我們再找集再討論這個問題 我當然要請幾個日本朋友上來 哦 當然要了 就是請一個老的日本朋友上來 上了年紀那些 嗯 講一下他們以前的日本 嗯 跟現在的日本呢 是兩個世界來的 是不同的 是 那麼就好了 那麼日本人呢 他就很好的 他就盡量不打擾別人的 嗯 是吧 就是盡量呢 就是那個功德心很重的 嗯 導致呢 就是每一個人都不想打擾別人 所以每一個人都很有距離 嗯 那種寂寞呢 是整個城市的寂寞 嗯 很抑達 很抑達的 很寂寞的 那種寂寞得很教官的 非常之教官 嗯 所以我 就是你在日本讀書的時候呢 那段日子我才知道 明白呢 為什麼日本人會自殺 嗯 那種感覺 就是 所以呢 就是 這個 這個 去日本就是都要 找個人陪你去 哈哈 就是一個人去 是很痛苦的事 哦 所以以前呢 我過去 有時候 還要後來 還有後續 還要過去學習 嗯 那我上課那一天呢 我盡量都希望可以 一下課後 就坐最晚的那班機 回來香港 然後呢 我就坐最 香港飛日本 就坐最晚的那班機 嗯 就飛日本 嗯 寧願這麼辛苦 都不想這麼寂寞 是的 都不想留在日本那麼久 哦 是啊 我已經是這樣 人家當然希望留在日本久一點 我就不是 我上課就走了 老師這番說話 和很多香港人的想法都背道而馳 大家都希望留久一點 是的 好像很多之多彩 是的 是的 那另外一個體驗就是 好像斜遠了 不要說這麼多 哈哈 這個找一集 真的講日本的時候 我們才講 好 好 那另外一樣東西呢 就是 剛剛講完移民這個問題 嗯 另外一個就是 今年呢 香港人呢 最緊張就是錢 嗯 嗯 我們 李先生 李老闆就說 就是 吳身本無鄉 心安是貴處 嗯 哪裡讓他心安呢 錢不安全的地方 就是他心安的地方 是不是 就是這樣 好了 當然要講到錢 錢呢 因為今年呢 美金呢 大家就要小心 哦 咦 有些年機 有些動盪 有些動盪 那所以呢 大家就要小心了 就是投資啊 這一方面 大家就要小心了 嗯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說 那些人就 另外就會問 那 如果是 國內 因為 現在你知道啦 這個香港和 國內啊 或者大陸啊 都其實很緊密的 是的 你其實是分不開的 是不是 很多東西都 那 除了淘寶那些 混書分開 其他都一樣 是啊 這個是不行的 整天包郵 是不是 中國包郵 那為什麼香港包郵呢 是不是 很明顯 這個是 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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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的問題 這個不行 那 好了 這個 中國呢 還有少許暈 嗯 這個是2021年 那2022 2023呢 就是驚天地一鬼神 那這個就不說了 OK 好了 那 就講完這個 香港的榴槤啦 因為我另外還會有節目 專門講這個榴槤 以及十二三朝雲夕 哦 因為太忙了 這段日子 所以呢 就沒有時間去做這些事情 希望呢 我能夠在三月 可以 可以完成到 這件事 而且我們今晚只講好的東西 是的 今晚只講好的東西 大家都想再聽再多些 是的 再多些 另外一個節目 OK 那麼 今年呢 我們中國人呢 面相學裡面呢 很重要就是中間這條線 中軸線 就是由個額頭 我們叫火星 火星 火星 火星的位置 一直去到打直的中央那條線 去到下巴尖 是 經過個鼻尖 人中 嗯 這個嘴唇 尖 是吧 去到這個下合位 是 接著去到這個 下巴尖 下巴尖 是 就中間呢 十三個位置 嗯 中間這十三個位置呢 如果有文行致破 這幾樣東西呢 就要小心了 是 這十三個位置 我一次過數了 嗯 這個年份出來 嗯 好了 由年紀大 去到最小的年紀 是 1951年 嗯 1961年 1962年 1971 1974 1977 1978 1981 1994 1997 2000年 2003 2006 嗯 這十三個 都要小心 是的 如果這個位置三個五個 文行致破 文行致破 文就有文 是吧 橫打直也是一條文 是吧 痕 痕就是有一些巴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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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來一爆出來 原來是小時候不小心摸親 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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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的牙齒撞在你那裡 對 因為牠抱前面 那我臉就對著牠的嘴 那牠的前腹就蓋上來 哦 怪不得牠們兩個是牙刃 是啊 這樣就很痛 明顯痕 愛的疤痕 你應該是掛了之後 你的骨頭這裡有兩個 哈哈哈哈 吃到這麼深 你是不是整筆肉刺了出來 我不知道 我很小的時候 我都告訴我 吃人都很記憶 阿青爐 你有沒有癢 你癢不癢 我癢 中間我的癢很痠 哈哈哈 癢了癢久 癢得很快 我的臉有很多麥 是嗎 有一粒大粒麥 整粒鹹煎餅 又沒有的 不是那些什麼餅 哈哈哈哈 OKOK 老師人 如果是有些人意外 或者是天生的鼻骨是歪了 這樣算嗎 歪了就不漂亮了 你鼻是中鱷 如果你整個面相叫五鱷 那你中鱷 而鼻在古詞後 女人就是主呼聲 男人就是事業運 其實也是代表個人的個性 獨不獨立 是嗎 鼻樑高的人 他是比較有主見 比較獨立 鼻樑低的人 是比較依賴心 比較重 是嗎 所以這個鼻 甚至 古書裡面 有些上書就說 鼻症則心症 是嗎 所以這個鼻的歪 都是比較差 如果他那個 鼻也可以看到我們身體 可能腰骨 那些都是要注意 那雕星的鼻的骨 是有個鼻骨 對 雕星的鼻 有個鼻節 鼻節呢 有些人就是 如果女人有鼻節 他被人騙他也可以 男人就是容易衝動 噢 噢 忽然性衝動 噢 噢 那衝動呢 衝動呢 有機會導致有牢獄之災 噢 噢 那你火遮眼 是嗎 是嗎 火遮眼有衝動 上帝其實我很喜歡衝動 噢 所以這件事 就是如果你看到有這個 自己有這個面相的時候 就自己注意 噢 自己突然火遮眼的 突然很火滾 噢 買東西都可以衝動嗎 噢 噢 你買東西都可以衝動 你買了很多東西 很多地方都可以衝動 對 很多東西都可以衝動 是嗎 那你按住自己 不要那麼衝動 噢 是嗎 要按住自己 要深呼吸 忍回去 是的 要忍 忍回去 自己吞飯 哈哈 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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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吞氣 吞氣 吞氣 接下來呢 我們還有三分鐘 哈哈 哈哈 我們延續我們上一集 含龍沙山廳的傳統 哈哈 就是擦開滑 對 在旁邊兜來兜去 對 就是溜到你心仰難 對 還未入正題 流了口水 哈哈 哈哈 未入正題又休息 哈哈 哈哈 好了 現在真的剩下三分鐘 哈哈 這三分鐘 我們就講第一個生肖 好 就是這個牛仔 歡喜牛 是的 歡喜牛 這個歡喜牛呢 今年呢 范太歲 是嗎 我們經常說一句說話 就是這個風水叔叔經常說 太歲當頭座 就無喜恐有禍 嗯 是不是 就是說你要衝起 做些好事 做些善事 甚至就是說 太歲其實不是一件差的事 你坐太歲 你可能就是說 那一年會很好 但是呢 好得來怎樣 忘記 即是得意忘形 哦 有些得意忘形的時候 你拿旗 沖風頭顱 是的 那麼這件事呢 就要注意了 這個是熟牛 還有呢 今年呢 牛仔有一個特色 就是要收脾氣了 嗯 簡稱收脾 哈哈哈 是的 收脾氣 要忍啊 吞回去 沒錯 那麼呢 就以免呢 就是 你知道啦 有些事情你一衝動的時候 就很麻煩 嗯 那麼所以呢 一定要忍 沉默是金 百忍成金 嗯 這個呢 就是牛仔的特色 嗯 還有呢 如果你是牛女 就要注意了 是 在感情上呢 就容易有這個震盪 哦 是的 這個 這個可能會叫 古時候說的 叫情海翻波 哦 你有沒有認識牛女啊 是啊 肥潛水漲 哈哈 應該都不少 應該 你認識很多牛女嗎 我猜 你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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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呢 我猜12 十二個 他養四個 穿起來 是啊 有很多人 你比如你怎麼解答那些 一些愛情問題 魚牛 飯 要錢 犯有感情問題 一起以分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實呢 講起 這些情海翻波 其實呢 你要看是結婚還是未結婚 如果結婚當然要看情況嚴不嚴重 如果不嚴重的都是大家意見問題 為什麼牙刷要放這裡 擠牙膏在中間 當然是互相先走了 如果你是未結婚的時候 當然要慎重考慮 如果未結婚 你經常有喵殺的 很多喵叫的 你就要考慮一下這個人是否真的適合你 你不要想著可以去改變一個人 因為對方其實都是想著想改變你的 你又想著想改變對方 到最後互相想改變變了互相相愛 所以牛女真的要想清楚 牛人今年一字記之約 收皮 男女多個腰 都要收一收皮 那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好 待會見 待會見 出發